大家好,我是Stan 男团文文出身的赖冠林宣布暂停演绎活动了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赖冠林在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微博上留言 经过再三考虑 本人将转变赛道 基于职业规划方面的改变 即日期此账号将由工作人员管理 宣布不再亲自经营有着878万粉丝的微博账号 看到这一消息后 一些网友提到赖冠林在IG上发布的他自抖的短片贴文 推测他是否将转向成为导演 赖冠林在2017年参加的MNET Produce一共一第二季 最终以第七名的成绩实现了出道梦想 成为Wonder Woman的成员 在Wonder Woman活动结束后 他因与原所属公司Cube娱乐法律纠纷成为话题 胜诉后 他回到中国继续从事演艺活动 特别是在2021年 他指导了短片电影《冬天和春天打将》 以导演身份出道 《冬天和春天打将》 在罗马PRISMA独立电影节上获得了五项大奖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冠林啊 不论做什么 只要是你想做的就幸福的去做吧 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曾经的Wonder Woman会一直支持你的 冠林真的是我的理想心啊 你出演的两部中国剧我都看了 不管怎样 你随心所欲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好久不见去看了一下 他现在过得很自由自在 看来不适合当艺人 天哪 从文章中得知了这么令人震惊的事情 原来冠林是想在韩国当idol 但被Cube卖到中国 不得不打官司后去中国当演员 真的很谢谢他 还用韩文更新的SNS了 也觉得很抱歉 冠林加油 目前在韩国饭圈 很多人都认为 赖冠林是被Cube卖到中国了 所以对赖冠林正面的留言非常多 对于赖冠林的决定 以及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6月14号 Twice哪人时隔两年发表了 solo新曲ABCD 与两年前相比 如果说Pop极大的凸显了 哪人在Twice中担任的清鲜和活泼魅力 那么在新歌ABCD中 展示了他在舞蹈歌唱和视觉方面 全面发展的全新魅力亮点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哪人新曲ABCD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真是Y2K风满满 看得我一直想到以后里 个人觉得只听歌的话 比起Pop ABCD更有冲击力 真的好想立刻看到舞台表演 说实话 我最喜欢的部分只有副歌前半段 不过整体还是不错的 概念也非常合适 尽管哪人表现得很好 但JYP娱乐总给人一种 总是晚一步拿别人已经做的东西的感觉 真的很让人郁闷 明明是大公司 应该自己创造潮流才对 而不是仅仅跟随流行 甚至连这点都做得很迟 我现在还是几乎只听 2000年代初的大写歌 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 让我想起了那个时期的 Cenny Porpeji Peyonce Pretty Nis Piers Amoranami 和Ikori 真的太喜欢了 哪人真的是辣妹公主 疯了 真的都死掉了 作为一个儒教女孩 在舞蹈中看到那个大幅度劈腿 和手的位置时 真的吓了一跳 我觉得歌曲还不错 但是MV有点低于预期 看到这么多羡慕和嫉妒 这次的歌曲应该也会大发吧 可能是因为她本来就很可爱清新 可爱的风格更能凸显她的优势 这次有点像 穿上了姐姐们的衣服的感觉 我反而觉得 这首歌更符合哪人的风格 pop感觉有点幼稚 舞蹈歌唱 颜值 一切都完美无缺 哪人真的是典型的六角型爱等 所以对于哪人的兴趣ABCD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